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愿意本会会议提出讨论 现在进行广泛讨论 依登记顺序发言 第一位请蒋结安委员发言 并截止发言登记 来 我们第四人员请清除一下场地 你要不要 谢谢主席还有各位同仁 公民投票法 最近一次的修正是在107年3月1月3号修正施行 该次修正大幅调降公民投票案之提案联署门槛 公民投票之成案数随之增加 依规定于同年10月24号举行之九合一选举同日办理 实案全国性公民投票案 导致投开票作业延宕 民怨自起 赴自受理公民投票提案至举行投票日之过程 因法律适用及行政作业流程争议 衍生多见公民投票诉讼导致舆论不断 未免相关争议再次发生 本法有修正之必要 原拟据公民投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修正要点如下 依公民投票案提案表件不合规定 提案人名册未依直辖市 县市乡镇市乡镇市区别装定成册 或提案人数不足规定人数 主管单位应不予受理 修正主管机关审核时间为60日 提案人名册其提案人数不足时 提案人之领衔人于30日内补提 补提以一次为限 二 随着公民投票之提案数有增加之趋势 为使护政机关有充分查队时间 原修正护政机关查队其日为60日 三 为使民众就公民投票案有充足之时的讨论时间 原修正公告其日为公民投票日90日前 并增订主管机关应公告正版意见支持代表 于全国性无线电视频道发表意见 或进行辩论之办理时间 与应遵行事项 四 为保障公民行使公民投票直接民权之权利 应固定公投日期 以立人民参与及主管机关规划办理 令考量我国选举系两年一次 为使公民投票得有理性讨论之时间 原规定公民投票每两年举行一次以错开选举年 同时 公民投票为国民直接民权之行使 原明定投票日为放假日 六 鉴于公民投票日之提出 期投票日结束为止 哪一系列的过程 所以原增订过度条款 使业金选举委员会通知 接着请油美女委员 好 主席还有我们所有各位同仁以及媒体朋友 公投法一定要修正 为什么需要修正 我们说公投是什么 公投就是直接民主 直接民主就是人民直接做主 所以人民要直接做主 必须要是人民自己能够独立去判断 而且他所提的这些公投的内容 要经过充分的讨论 充分的沟通 大家思辨之后 然后去做自己的决定 这才是真正的公投 但是非常遗憾的 我们的公投法在上一次修改的时候 因为从鸟笼公投 到整个完全的释放 所以在2018年的公投案 一下子冒出了十个案子 很多的人对公投的内容完全的不清楚 大家人云亦云 而在那短的时间内 也造成很多的人 他没有办法对这讯息充分的掌握 甚至假讯息弥漫 所以如果要让公投能够真的回复到 所谓的直接民主人民自己做主 人民对所有这些提出的公投案 能够充分的沟通 充分的讨论 甚至资讯的绝对的公开 防止假讯息 那非常重要的 就不能够让公投跟选举绑在一起 为什么 当公投跟选举绑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民粹而不是民主 所以我们从2018年 就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因此我们看到在瑞士全世界最早的 直接行使直接民主的瑞士 他们就是把公投跟选举是分开的 同时他们限制 印尼人只能够有四次的公投 而且每一次只能够有三个案子 每一个案子必须要经过充分的讨论 充分的辩论 所以在这个过程 说服的过程里面 能够让这些的公投 能够让他的通过 所以为了让公投能够回到 所谓的真正的人民作主 人民自己来决定 那就必须要让公投跟选举脱钩 同时也必须要让提案的时间 以及审议的时间 以及辩论的时间都增加 都拉长 让人民能够真正的去讨论 去辩论 同时也能够让所有的资讯能够公开 我们看到在2018年的公投 政府列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但是有几人去看这所谓的公投的说明书 有几人去看那公投的公告 甚至连这公投都已经通过了 很多人都还搞不清楚 包括同婚案 还在讲说政府违背公投的名义 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公投的荒腔走板 所以公投必须要修 谢谢 接着请曾明忠委员 主席 各位同仁大家好 如同刚刚油美女委员提到了 公投法要修 但是怎么修 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 从程序面 这么重要的公投法 涉及到中华民国人民的直接民权的公投法 竟然在委员会没有审查 就见乎二赌 也没有开任何的空天会 这样的公投法修正 各位 你投不下去吗 投不下去 民间党在当在野党的时候 强力主张公投必须绑大选 这个是历史资料 当时包括 当时包括 有人一定要将公投以总统大选脱钩处理 实在非常奇怪 实在非常奇怪 这是各位的老前辈 他们都讲 非常的奇怪 另外我们今天 把蔡同龙先生 所谓的蔡公投 把他办出来 各位想想看 他过去在野党的时候 你们跟他一起奋战将其公投 但是 你们现在 脱离他的理想 各位想想看 你对他挤蔡公投吗 对不起 你对他挤蔡公投吗 对不起 另外你们的前辈 李秀莲也看不下去 今天还在开议者会 做对后的呼吁 你们对得起他吗 对不起 你们对得起他吗 对不起 所以 这个内容 非常有问题 尤其刚刚提到了 蔣洁安版本 公投两年内 才要一起办 各位想想看 假设是 美猪美牛 还有何时吃到肚子里面 早就发生问题了 还在两年内才来办一次 各位想想看 刚刚尤明宇讲的 刚刚他也自己承认 瑞士的公投 一年就四次 也就是几乎每一季都有 所以说 你这样的版本 你敢通过吗 我可以 你们绝对 我也对不起 你们的前辈 那我要刚刚问到的 刚刚那些过去 张取的部分 你们这次自打嘴巴 好 我可以 張宏露委員不發言,接著請林靜宜委員 接著請李俊逸委員 麻煩醫師同仁 好,主席,各位先進 我們今天討論的是蔣傑安委員的版本 選舉罷免創制覆決本來就是人民基本的權利 那我們有不同的規範,選舉罷免我們規範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創制覆決我們規範在公投法 選舉罷免創制不決都是人民的基本權利,我要自己行使權利 我不希望被偽造 這個就是原來我們提出必須要有身分證明的原因 因為去年的三個案,國民黨通通是偽造 包括百分之三十幾都是偽造 還有死人可以連署 今年張麗莎的案仍然偽造 連第一階段都沒有通過 這就是要身分證明的原因 但是我們後來希望大家不要誤解 所以我們把這條也拿掉了 那所以今天公投修正的重點只有兩個 第一個部分就是調整公告跟審議的時間 過去公告時間只有28天 這個內政護政機關根本來不及審核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延長為60天 那另外讓大家有更長的審議時間 讓大家有更長的討論時間 才真正了解公投的內容是什麼 第二個部分就是所謂公投脫鉤的概念 我們剛才說得非常清楚 其實選舉罷免、創制不決 都應該在一個獨立的空間 讓大家可以充分的行使他自己的權利 所以不應該由其他的案子 來干擾他獨立行使的權利 也不應該變為政治動員的工具 去年的十個公投案很明顯的 都已經變成政治動員的工具 所以我們現在主張應該公投跟我們大選完全脫鉤 每兩年舉行一次 所以我們是一年選舉一年公投 一年選舉一年公投 那我們的國民黨同仁呢 他說什麼 他說其實世界上沒有人這麼做的 我告訴大家 瑞士是大家討論公投最多的國家 瑞士一年有四次公投 但是他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條文 公投不跟大選綁在一起 這就是瑞士的規定 其他包括英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蘭 丹麥、瑞典、奧地利、希臘、加拿大、還有澳洲 通通是公投跟選舉是分開的 包括所謂的這個丹麥 他原來是合在一起的 現在也因為調整把公投跟選舉分開 這就是公投跟選舉應該分開 應該讓大家有獨立的空間 獨自來判斷 我選舉的時候我要選舉誰 我要行使公投 我要對議題表達意見 我應該怎麼行使 選舉公投分開 才能夠獨立來行使我的創制覆決權 這就是我們公投跟選舉分開的原因 剛剛國民黨朋友還提到我們很多的前輩 其實公投的進程 1993年蔡桃王委員就開始提出公投案 但是經過十年的努力 好不容易在2003年通過公投法 當時國民黨就用非常高的門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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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請陳曼利委員 陳... 謝謝 謝謝主席還有各位立法院的同仁夥伴大家好 我想這一次有公投的修法 基本上是因為我們上次公投的亂象 讓這些亂象 比如說像幽靈人口 還有像剛剛軍議員提到的死人 也在做這個連署 還有呢 就是說我們的人權議題也拿出來做公投 還有呢就是說有一些的 就是造謠式的這些文字呢 常常在各地出現 甚至呢 也讓大家非常的混淆 如何避免有心人士利用民主的制度 來做這個破壞民主的制度 那我想說這次的公投呢 希望能夠解決的問題呢 是許多公民團體 還有學術團體 他們都非常的重視 所以呢 我們希望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解決的方式 所以呢 我個人也提出了一個修法的版本 希望能夠來解決 其實我今天才剛剛和一些的公民團體 再開過一次的公聽會 主要的就是說 公民團體對於 就是昨天總召 我們民進黨的柯總召 他發言就是說 民進黨已經公開宣布 不會要求要付身份證的這個連署 所以公民團體就 認為這個障礙已經排除了 但是呢 還有一些的東西他們提出來 所以我想也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他們認為應該要加速電子連署的設計 能夠把這個連署的時間也能夠加長 另外呢 公投審議的時間呢 要有專業公民團體參與的公聽會 避免在這個提案方呢 提使用不當的資料來誤導社會 還有呢 就是說我們的行政單位 面對公投提案 應該要有詳細的說明 讓社會大眾能夠理解 成案或不成案對社會的影響到底是什麼 第四個就是公投案應該要有充分的討論期 像去年呢 我們就看到很多的民眾 根本就不知道 核電廠實際上 佔我們台灣的供電量10% 很多人會認為核電廠 佔比呢非常的高 以為是這個台灣的主力 所以呢他們會支持這個 永和方所提出來的公投就是一個實例 另外呢他們也認為 虛假的資料呢 應該這個公投的領先人應該要有罰則 可是呢也有公民團體認為是說 如果有罰則的話呢 會不會讓一些的對手 他來做一些的 摘贓式的這種搗亂的這樣子的一個連署 然後害別人就是有一些的罰則 所以呢這些都是我們會看到 公投他有他的一個 需要慎重去考慮的地方 所以呢我們希望公民投票呢 能夠實施我們的這個直接民主 所以這個民主的社會 需要由我們的大家來支持 那但是對於一些的亂象呢 我們希望能夠做一些的解決 甚至呢讓這一次的公投 大家也可以努力來做更多的改善 以上非常感謝大家 讓我們一起來努力 讓我們的公投能夠符合 台灣人所能夠處理的公投 以上謝謝 接著請吳智陽委員 謝謝委員 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 公投對民主國家來講 是何其的重要 可是我們萬萬想不到 民進黨為什麼處心幾率 要來封殺公投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邱議員 他說過 有人一定要將公投與總統大選脫鉤處理 實在非常奇怪 奇怪耶 你們現在為什麼在做奇怪的事情呢 再看看 這些人 也說公民投票法草案明定 公投英榜大選 我們也支持這草案耶 這有誰咧 黨主席啊 卓榮泰啊 民進黨的黨主席啊 陳其邁啊 行政院副院長啊 羅文嘉啊 秘書長啊 賴清德要選總統啊 還有 柯建民 總召啊 你怎麼回事啊 葉宜金 林黛化 蕭美琴 劉士芳 郭正亮 邱議員 段宜康 各位同仁 你們怎麼回事啊 當時你們不是說 應該要綁大選才對嗎 什麼叫做鳥籠公投 很清楚嘛 鳥籠公投 當時就是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議題的部分 一個就是他的門檻的部分 上次我們好不容易把門檻修低 讓他有機會通過 門檻修低會通過的一個前提是 他跟大選是勾在一起的 這樣子的門檻才有機會通過 如果你現在硬要跟大選脫鉤的話 不應該再設門檻喔 應該叫普通多數決喔 先進的國家是這樣規定喔 你現在從這個每兩年舉辦一次 故意就要跟所有的選舉脫鉤 我請問你哪一個公投會通過 你是不是故意讓我們的公投 沒有一個可以通過 就像我們現在前面講的這個一樣 大家把公投不但關回鳥籠 還比以前更嚴格 根本沒有任何機會可以通過 鳥都在關在裡面 這個變鐵籠了 鳥都不知倒地了 這隻鳥再也飛不起來了 將來大家對公投已經喪失信心的時候 你再把這個鐵籠打開 我恐怕這個也沒有這個鳥了 所以我要呼籲民進黨懸崖勒馬 記住你們的前輩 你們自己講的話 記住蔡公投先生 記住林義雄先生 他們為了公投能夠成功 花了多少的精神 犧牲了多少他們自己的歲月 你們今天幹的這個好事 丟臉 丟臉 破壞民族 丟臉 中嘉賓委員聲明對下午的表決 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第九條請宣讀條文 委員蔣金安等提案第九條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 除另有規定外 應由提案人之領行人 檢據公民投票案主文 理由書及提案人名策證 本營本各一份 向主管經文為之 且向領行人以一人違憲 主文已不超過一百次違憲 理由書已不超過二千次違憲 超過字述者 其超過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公報 第一項主文應解明清楚 客觀衝立 理由書之闡明及其立場應與主文一致 主文與理由書之文字用詞 自訴計算與法及其他相關事相知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提案人名策 應依規定格式除藍填寫 提案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 填據本人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及戶及地址 並覆據國民身份證之證本面 銀本一份 分子轄式縣市鄉鎮市區別裝訂傳冊 主管經文應建設電子系統 提供提案人之領先人 徵求提案及連數其提案及連數方式 查對作業等事項之辦法及實施日期 由主管機關定之 在電子提案及連數者 其文件以電子記錄之方式提供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 以疑案以事項違憲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地球條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出出另有規定外 因由提案人之領行人解訓公民投票案 主文理由書及提案人名冊 證本因本各一份上主管經文為之 前項領行人以一人違憲 主文已不超過五十字違憲 理由書已不超過二千字違憲 超過字數者其超過部分 不以公告及刊登公報 第一項主文應解明清楚各觀裝力 理由書之採明及其立場英語主文一致 主文與理由書之文字用詞 自述計算與法及其他相關事項執判法 由主文機關定之 第一項提案人名冊 因依規定格式除欄填寫 提案人應親自簽名或該章 填據本人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及戶籍地址 並附據國民身份證之正反面影本一份 分之下是縣市鄉鎮市區別裝訂存冊 主管機關應建制電子系統 提供提案人之領銜人 徵求提案及連數其提案及連數方式 查對作業等事項之奔法及實施日期 由主管機關定之 在電子提案及連數者 其文件以電子記錄之方式提供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以以案以事項為限 民進黨黨團再修正東一第九條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除另有規定外 應有提案人之領銜人 檢據公民投票案主文理由書及提案人名冊 證本影本各一份 向主文進行為之 且領銜人以認違憲 主文已不超過100次違憲 理由書已不超過2000次違憲 超過自述者 其超過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公報 第一項主文應解明清楚客觀中立 理由書之闡明及其立場應與主文引致 主文與理由書之文字用詞致訴寄宣語訪及其他相關事相知 奔法由主管警官定之 第一項提案人名冊 因一規定格式傳輪填寫 提案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 填據本人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及戶籍地址 並分指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別裝訂傳冊 主管警官應建制電子系統提供提案人之 領銜人針求提案及連數 其提案及連數方式 查對作業等事項之奔法 及逝世日期由主管警官定之 採電子提案及連數者 其文件以電磁記錄之方式提供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以以案疑事項違憲 親民黨黨團再修正東一地球條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除另有規定外 應由提案人之領行人解決公民投票案主文 理由書及提案人正本銀本名冊 更以負上主管警官為之 前項領行人以一人違憲 主文以不超過一百次違憲 理由書以不超過二千次違憲 超過字述者及超過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公報 第一項提案人名冊 應以規定格式主欄填寫 提案人應親自簽名或該章 填據本人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及戶及地址 平凡指轄至縣市鄉鎮市區別裝訂傳冊 主管警官一件是電子系統 提供提案人之領行人徵求提案及連署 其提案及連署方式 查對作業等事項之辦法及時日期由主管警官定之 採電子提案及連署者 其文件以電子記錄之方式提供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以一案一事項違憲 主管警官一本條所取得提案人名冊之個人資料 其搜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 應於三個月內消費刪除 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一條第三項 進行者不在此線 宣讀外畢 現在依登記順序發言 第一位請賴委員士保發言 並截止發言登記 謝謝各位先進 我請問大家 如果去年的一一二四 民進黨沒有大輸 今天會修共同法嗎 我就問這個問題就好了 我相信大家會跟我一樣很清楚 民進黨就是因為一一二四大輸 那麼他不知道原因在哪裡 找一個代罪羔羊就是公投法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執政黨蔡英文上台之後 把現在的制度 憲政體制變成皇帝制 變成皇帝制 專門追殺沒有投到票的人 追殺軍公教 追殺藍軍 追殺他的政敵 倒行逆施啊 是引起全國百姓的大反撲 所以一二四大敗 所以我在這裡慎重的 向蔡英文總統說 你的一二四大敗不是公投 是因為你做了把它變成皇帝制 只有你說的再算 所以大家都知道非常清楚 今天就像呂秀琳副總統所講的 頭痛俱焦啊 你說公投裡面排隊排很久 各位這個很簡單 只要增加一個教室 一個教室選舉 一個教室公投就解決了 第二個 你的案子太多 學學瑞士 學學美國 把所有的公投案 放在一張選票裡面 這個問題也解決了 這個都是技術問題 各位 我們的中選會 對於公投案的審查 還不夠嚴格嗎 極盡挑剔之能事 最後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全國老百姓 呼應了民進黨長期要推動公投 實施直接的民權 實施主權在民 這樣的一個主張 結果現在 一二是選輸了 不會要篩準你跟K1啦 不會選你跟出兵啊 說喔 這是公投的問題 所以把它幹掉 各位 今天如果修法硬過的話 那個結果就是 沒收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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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強調的 民進黨一切只有政治考量 為了一個技術問題 動刀動槍的修法 可恥啊 一笑大方 這個賬 大家算 拆 接著請費洪派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 剛才我們再秀一個這個板子 賽場有多少位 當時的委員現在還在這邊 當時你們講的話都忘記了嗎 2004年陳水扁當總統 2008年陳水扁當總統的第二任 都是公投綁大選 各位你們忘記了嗎 為什麼那個時候一定要堅持公投要綁大選 現在又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你們曾經講的話 難道你們都忘記了嗎 各位 公投該不該綁大選 你們心都心知肚明 真的是為了民主嗎 不是的 只是為了要就蔡英文的選舉而已 講白了就是那麼簡單 真的是 講出來的話 為了民主 為了讓大家腦筋要清楚 行使直接的這個民主 剛才你們講的那些話都是騙人的 真正的原因就是要就 蔡英文的選舉 蔡英文的選舉 去年一二四會輸 不是因為公投 因為你蔡英文的施政 大家都討厭 大家都不喜歡 在上個會期 先通過中選會主任委員的任命案 也是為了選舉 就是要找一個自己是深深的民進黨的從政黨員李信勇 讓他來當主任委員就開始要開始搞鬼了 各位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李信勇口口聲說他會公正公平 上任的第一天 李信勇上任的第一天 就發表對公投法的看法 各位 你會相信他是公正的嗎 你會認為他是一個講民主的嗎 最後我要告訴各位委員們 現在的公投法 現在的公投法是去年你們民進黨的版本 我有提出一個版本 你們也沒有採納 難道你們今天要自己 否決你們自己的去年通過的提案嗎 那不是你們的提案嗎 你們心中有人民嗎 你們心中只有蔡英文的選舉 對得起我們的人民嗎 好 登記發言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報告委員會現在依再修正動議 修正動議提案條文 之提出先後順序 依序進行表決如果其中有任何議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89人赞成63人反对25人弃权1人赞成者多数 做第9条 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10条请宣读条文 委员蒋介安等提案第10条 第2条第2项各款式项公民调票案提案人数 应答提案是最近一次总统副总统选举选举人总数万分之以上 公民投票案提案表现不符 不合前条第1项第2项规定 唯一前条第5项分指下是县市乡镇市区别 装定存测或提案人名测不足前项规定是提案人数者 主管机关应不予受例 主管机关于收到公民投票提案或补证之提案后 应于60日内完成审核 经审核有下列其情绪之一者应序名理由 通知提案人之领先人于30日内补证 并以一次违宪 借其未补证或经补证 仍不符规定者予以驳回 1提案非第二条规定之全国性公民投票适用事项 2提案违反前条第4项锁定办法之规定 3提案不合第一条第二项或前条第8项规定 4提案有第32条规定之情绪 5提案内容不能了解其提案争议 主管机关依前项规定命补证者应先举行听证会 厘清相关钻点并协助提案人之领先人进行必要之补证 公民投票案经主管机关认定 合余规定者应含请护证机关于15日内查队提案人 护证机关应依据户籍登记资料查队提案人名册 有下列情绪之一者应于身处 1提案人不合第8条第1项规定资格 2提案人姓名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 或户籍地址书写错误后不明 3提案人名册未经提案人签名盖章 或复具国民身份证之证本面影本 4提案人提案有未遭情事 提案人名册经查队后 其提案人数不足本条定项规定时 主管机关应通知提案人之领先人 于三次日内补证 补证以一次违宪 补证后人不足规定人数或借其不补证者 该提案应于驳辉 提案合于本法规定者 主管机关应依该提案性质 分别含请相关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 于收受该含文后45日内提出一件书 内容并应序名通过或不通过之法律效果 借其未提出者 是为放弃意见书以一签字违宪 超过字述者 其超过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公报 前项提案尽审核完成符合规定者 主管机关应通知提案人之领先人 于十日内向主管机关领取 联署人名册格式或电子联署系统 认证码征求联署 借其未领取者是为放弃联署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十条 第二条第二项更缓制式项 公民投票案提案人数应答提案时 最近一次总统副总统选举人数 选举人总数万分之以上 公民投票案提案表现不合前条 第一项第二项规定 唯一前条第五项分直辖市 县市乡镇市区别 创定存在或提案人名册不足 前项规定之提案人数者 主管机关应不预受理 主管机关于收到公民投票提案 或补证之提案后 应于六十日内完全审核 今审核有下列歧视之一者 应续名理由通知提案人数领行人 于三十日内补证 并以一次违宪 借其未补证或经补证人 不符规定者予以驳徽 以提案非第二条规定之 全国新公民投票适用事项 而提案违反截调的第四项 锁定办法制规定 三提案不合第一条第二项 或前调第八项规定 四提案有第三十条规定之形式 五提案内容不能了解其提案争议 主管机关依前项规定命补证者 应先举行听证会 厘清相关争点 并协助提案人数领行人 进行必要之补证 公民投票案件 主管机关认定何于规定者 应喊请护证机关于15日内 查队提案人 护证机关应依据户籍登记资料 查队提案人名册 有项列行事之一者 易于身处 以提案人不合地方条 第一项规定资格 二提案人姓名 国民身份证统一笔号 或户籍地质 书写寸或不明 三提案人名册 未经提案人签名盖章 或付具国民身份证 之证本面影本 四提案人提案有未造情事 提案人名册经查队后 其提案人数不足 本条第一项规定时 主管机关应通知提案人 之领行人 于30日内补提 补提以一次违宪 补提后人不足规定人数 或借其不补提者 该提案应与驳回 提案合于本法规定者 主管机关应一该提案性质 分别含起相关立法 机关及行政机关 于双秀该刊文后 45日内提出一件书 内容并应序名通过 或不通过之法律效果 借其未提出者实为放弃 一件书以2000次违宪 超过自诉者其超过部分 不予公告及刊登公报 其项提案经审核 完全符合规定者 主管机关应通知提案人 之领行人 于10日内 向主管机关领取 联署者名册 格式或电子联署系统 认证码 征求联署 借其未领取者实为放弃 联署 时代力量党团修 战动一第十条 第二条第二项各款知识项 公民投票案提案人 人数应答提案 是最近一次总统副总统 选举选举人 总数万分之一以上 主管机关于收到公民 投票提案或补证之提案后 一与30日内完全审核 经审核有项链 其实质疑者应许名理由 通知提案人追领行人 于30日内补证 并以一次违线 于行为补证或经补证 仍不符规定者予以驳回 一提案非第二条规定 追求国性公民投票 适用事项 二提案不合几条规定 三提案有第三十条规定之请示 四提案内容不能了解其提案争议 五提案人数不足 本条第一项规定 六提案内容违反宪法 与我国已递解 经总统批准或公布之 国际人权公约 及其施刑法之规定 主管机关应前项 第一款 第三款 第四款 第六款 即签调第六项 规定命补证者 应先举行听证会 厘清相关针点并 协助提案人进行必要制补证 听证会主提案人为 应开放厉害关系人 与其他第三人之参与 前项30日内补证之期间 自听证会结束日起算 主管机关应将委员会 审核记录与听证会之会议记录 公共于主管机关网站 公民投票案件 主管机关认定 和于规定者 应含警 护证机关于15日内 查队提案人 护证机关应依据 户籍登记资料 查队提案人名册 有效列请示 追者易于删除 以提案人不合 第八条第一项 规定资格 而提案人姓名 国民身份证统一笔号 或户籍地址 书写错误或不明 三提案人名册 未经提案人签名或盖章 四提案人提案 有未造请示 提案人名册经查队后 其提案人数不足 本条第一项规定是 主管机关应通知 提案人质领先人 于30日内补提 补提后人不足 规定人数 或于其部补提者 该提案应与驳回 提案和于本法规定者 主管机关应依该提案性质 分别含警 相关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 于凶秀该喊文后 应于30日内提出一件书 公民投票案通过后 之影响评估与必要处置 一件书公民 投票案通过后 之影响评估与必要处置 以2000次违宪 超过自述者 其超过部分 不予公告及刊登公报 前项提案经 审核完全符合规定者 主管机关应通知 提案人质领先人 于10日内向 主管机关领取 联署人名册格式 或电子联署系统 认证码 追求联署 于其位领取者 视为放弃联署 民进党党团再修正 动议第十条 第二条第二项 各款之事项 公民投票案提案人数 应答提案时 最近一次 总统副总统 选举人 总数万分之一以上 公民投票案提案表现 不合前调第一项 第二项规定 唯一前调 第五项分之下 是县市相认识区别 创定诊诊 或提案人 名册不足前项 规定之提案人数者 主管机关应不与秀礼 主管机关于收到公民投票案 提案或补证之提案后 应与六十日内完全审核 经审核有效列 其事之一者应许名理由 通知提案人之领先人 于三十日内补证 并也一次违线 既其未补证 或经补证人 不服规定者 予以拨回 一提案非第二条 规定之全国性公民投票 适用事项 二提案违反 前调第四项 锁定办法之规定 三提案不合第一条 第二项或前调 第八项规定 四提案有第三十二条 规定之请示 五提案内容 不能了解其提案争议 主管机关 依前向规定命补证者 应先举行听证会 离清相关证点 并协助提案人之领先人 进行必要之补证 公民投票案件 主管机关认定 合逾规定者 应喊请护证机关 于15日内常队提案人 护证机关 应依据户籍登记资料 常队提案人名册 有效列情细 质疑者应于先除 以提案人不服第八条 第一项规定资格 二提案人姓名 国民身份证 统一编号或户籍地址 书写错误或不明 三提案人名册 未经提案人签名或该章 四提案人提案有未造请示 提案人名册经查队后 其提案人数不足 本条第一项规定时 主管机关一通知 提案人之领先人 于30日内补提 补提以一次违线 补提后人不足 规定人数或 借其不补提者 该提案应与驳回 提案合于本法规定者 主管机关应 依该提案性质 分别含请相关立法机关 及行政机关 于修秀该喊文后 45日内提出意见书 内容并许名通过 或不通过之法律效果 借其未提出者 实为放弃 意见书以二先字违线 超过自述者 其超过部分 不予公告及刊登公报 且向提案精神 和完成符合规定者 主管机关应通知提案 人质领先人 于时日内向 主管机关领取 连数人名测格式 或电子连数系统 认证码 征求连数 借其未领取者 设为放弃连数 时代力量党团再修正 东一第十条 第二条第二项各环知事项 公民投票案提案人数 应答提案时 最近一次总统副总统 选举选举人 总数万分之一以上 主管机关于修到 公民投票提案或 补证之提案后 应于三十日内完全审核 经审核有效列情事 之一者应讯名理由 通知提案人质领先人 于三十日内补证 并以一次违线 于行为补证或经补证 人不符规定者予以驳回 一提案非第二条规定之 全国性公民投票适用事项 二提案不合签条规定 三提案有第三十条规定之情事 四提案内容不能了解 其提案争议 五提案人数不足 本条第一项规定 六提案内容违反宪法 与五国已缔结 已经总统批准或公布 之国际人权公约 及其施行法制规定 主管机关一前项 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六款 及协调第六项规定 命补证者应先举行听证会 厘清相关针点并协助提案人 进行必要制补证 听证会除提案人外 应开放厉害关系人 与其他第三人之参与 前向三十日内补证之期间 自听证会结束日起算 主管机关应将委员会 审核记录与听证会是会议记录 公告于主管机关网站 公民投票案件 主管机关认定和于规定者 应含请护证机关于15日内 查队提案人 护证机关应依据 户籍登记资料 查队提案人名册 有效列情势质疑者应予删除 一提案人不合第八条 第一项规定资格 二提案人姓名 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 或户籍地址书写 错误或不明 三提案人名册未经提案人 签名或盖章 四提案人提案有未造请示 提案人名册经查队后 其提案人数不足 本条第一项规定时 主管机关应通知提案人 至领先人 于30日内补提 补提后人不足规定人数 或于其不补提者 该提案应予拨回 提案可于本法规定者 主管机关应依该提案性质 分别含请相关立法机关 及行政机关 于修授该喊文后 应与30日内提出意见书 公民投票案通过后之影响评估 与必要处置 意见书公民投票案通过后之影响评估 与必要处置 以2000次违宪 超过自述者 其超过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公报 前项提案经选和完成 符合规定者 主管机关应通知提案人数领先人 于学任内向主管机关领取 联署人名册格式或电子联署 系统认证码 征求联署 与其未领取者 是为放弃联署 亲民党党团再修正东义 第十条 维持现行条文 宣读完毕 本条为委员登记发言 报告委员会 现在依再修正东义 修正东义 提案条文之提出先后顺序 依序进行表决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现在表决 民进党党团再修正东义条文 民进党党团要求 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分之后 维持统认证码 表決結果 出席88人 贊成63人 反對25人 棄權0人 贊成者多數 第十條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現在進行第十二條 請宣讀條文 委員蔣介安等提案第十二條 第二條第二下個完就是 向連署人數應答提案時 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 選舉選舉人總數1.5%以上 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之領先人 應於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 或電子連署系統認證碼 直次日起六個月內 將連署人名冊正本一本各一份 或其電磁記錄 向主管警官一次提出 借其未提出者示為放棄連署 且向連署人名冊 應依規定格式紫蘭填寫 連署人應親自簽名或蓋裝 填據本人國民身份證 同一編號及戶籍地址 並覆蓄國民身份證之 正本面銀本一份 分指轄是縣市鄉鎮市區別 裝訂全策 向主管警官提出 公民投票案一第二項 或第十條第九項規定 視為放棄連署者 自視為放棄連署之日起 原提案人於二年內不得就同一 事項重新提出之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十二條 第二條第二項更換之事項 連署人數應答提案時 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 總數百分之1.5以上 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之領全人 應於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 或電子連署系統認證碼 至次日起六個月內 將連署人名冊 專本一本各一份 或其電子記錄 向主管警官一次提出 接近未提出者 是未放棄連署 且向連署人名冊 應依規定格式主人填寫 連署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 延續本人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及戶籍地址 並應付國民身份證 引本一分 判指瑕順縣市 鄉鎮市區別 裝訂全策 向主管警官提出 公民投票案一第二項 或第十條 第九項規定 是為放棄連署者 此是為放棄連署之日起 原提案人 於二年內 不得就同一 事項重新提出之 時代兩檔團修正 動議第十二條 第二項 各款知識項 連署人數 應答提案 是最近一次 總統副總統 選取選取人 總數1.5%以上 公民投票 連署人名冊 應由提案人之領先人 與領取連署人名冊 或電子連署系統認證碼 值次次起六個月內 向主管警官提出 與其一位提出者 是為放棄連署 且向連署人名冊 應依規定格式主人填寫 連署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 填據本人 國民身份證 統一編號及戶籍地址 並分指轄式縣市 鄉鎮市區別 裝訂全策 以正本一本 各一份向主管警官提出 在第九條規定之電子連署系統 尚未建置完成前 主管警官應提供提案人 連署人 查詢個人提案 及連署諮詢之電子 查詢系統 公民投票 依第二項或第十條 第八項規定 是為放棄連署者 自視為放棄連署之日期 原提案人於二年內 不得就統一事項 重新提出之 民進黨黨團 再說正動議第十二條 第二條 第二項各款知識項 連署人數應答提案時 最近一次 總統副總統選舉 選舉人總數1.5%以上 公民投票案 提案人數領先人 應於領取連署人名測格式 或電子連署系統認證碼 之日期六個月內 將連署人名測 正本贏本各一份 或其電子記錄 向主管警官 因此提出 借其未提出者 是為放棄連署 前項連署人名測 應依規定格式主人填寫 連署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 填寫本人 國民身份證 統一編號及戶籍地址 並分指轄市 縣市 鄉鎮市區別 裝訂陳冊 向主管警官提出 公民投票案 一 第二項 或第十條 第九項規定 是為放棄連署者 自是為放棄連署之日期 原提案人於二年內 不得就統一事項 重新提出之 時代力量黨團 在修正東一第十二條 第二條 第二項各環之事項 連署人數應答 提案是最近一次 總統副總統選舉人 總數1.5%以上 公民投票連署人名測 應由提案 這領前人於 領取連署人名測格式 或電子連署系統認證碼 之次在起六個月內 向主管警官提出 於其未提出者 是為放棄連署 前項連署人名測 應依規定格式主人填寫 連署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 填寫一本人 國民身份證同一編號 及戶籍地址 並分指向市 縣市鄉鎮市區別 裝訂成冊 以正本一本 各一份向主管警官提出 在第九條 規定至電子連署系統 尚未建制完成之前 主管警官應提供提案 連署人查詢個人提案 及連署資訊 之電子查詢系統 公民投票案 以第二項或第十條 第八項規定 是為放棄連署者 自是為放棄連署之日起 原提案人 於二年內不得就 同一事項重新提出之 經營黨黨團 再修正動議第十二條 第二條第二項 各款之事項 連署人數 應答提案是 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 選舉選取人 總數2%以上 公民投票連署人名策 應由提案人之領先人 與領取連署人名策格式 或電子連署系統 任證碼之次日 寫六個月內 向主管警官提出 于經位提出者 是為放棄連署 公民投票案 提案人 於戶正查队前 均可提出連署名策 其項連署人名策 應一規定格式 除了停歇 連署人 應親自簽名或蓋章 填據本人 国民身份證 統一並號及戶籍地址 並翻指下 是縣市鄉鎮市區 別裝定存冊 以專門引本 各一份向主管警官提出 公民投票案 第二項 獲定十條 第一方向 規定是為放棄連署者 自是為放棄連署 這日起 原提案人 於二年內不得就統一順項 重新提出之 主管警官 以本條取得連署名策 之個人資料 其搜集之特定目的消失 或其限屆滿時 應於三個月內相回刪除 有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十一條 第三項 其行者不在此線 宣讀完畢 本條衛委員登記發言 報告院會 現在依再修正東一 修正東一提案條 吻之提出先後順序 依序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任意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 再修正東一條文 民進黨團要求 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不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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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了解结果出席94人赞成68人反对26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 第12条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13条请宣读条文 委员奖金安等提案第13条 主管机关收到连数人名策后 经清查连数人数不足前条 第一项之规定或卫一前条 第三项分指辖市县市 相认识区别 装定陈册提出者 主管机关应不予受力 合余规定者应含 仅护正机关于60日内完成查队 护正机关应依据户籍 单期资料查队连数人名策 有项列情势质疑者应予删除 以连数人不合第八条 第一项规定资格 二 连数人姓名 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 或户籍地址书写村屋或不明 三 连数人名策 未经连数人签名盖章或复具国民身份证执政反面一半 四 连数人连数有未造情事 连数人名策经查队后 其连数人数合余 签调第一项规定者 主管机关应于10日内 为公民投票案存立之公告 该公民投票案并与编号 连数人数不合规定者 主管机关应通知 主管机关应通知 主管机关应于10日内为公民投票案成立之公告 该公民投票案并与编号 连数人数不合规定者 主管机关应通知 提案至领先人 于30日内补提 补提一次违线 补提后 人不足规定人数 或借其不补提者 主管机关应为公民投票案不成立之公告 民进党党团 书正动议第13条 主管机关收到联署人名策后 经审查联署人数不足 签调第一项之规定 或依前调第三项规定格式 直辖市县市乡镇市区别 装定纯测提出者 主管机关应不予秀利 和于规定者应喊请 护政机关于60日内完全查队 护政机关应依据 户籍登记资料 查队联署人名策 有效列情绪指引者应于身处 以联署人不合地方条 第一项规定资格 二 联署人姓名 国民身份证同意编号 户籍地址 书写寸或不明 三 联署人名策未进 联署人签名 盖证或复具 国民身份证之证本面影本 四 联署人 联署有未造请示 联署人名策经查队后 其联署人数 和于签调第一项规定者 主管机关应运 10日内为公民投票案 传立之公告 该公民投票案 并与编号 联署人数不合规定者 主管机关应通知 提案人之理贤人 于30日内补提 补提以一次违线 补提后人不足规定 人数或借其不补提者 主管机关应为公民 投票案不成立之公告 民进党党团在修正 东一第13条 主管机关收到 联署人名策后 经清查联署人数不足 协调第一项是规定 或为一检条第三项分 只详实现实相证事区别 装定橙色提出者 主管机关应不予受理 合余规定者 应韩景护证机关 于60日内完成查队 护证机关应依据 护证登记资料查队 联署人名策 有下列其行 追者应于删除 以联署人不合 第八条第一项规定资格 二联署人姓名 国民身份证统一笔号 或护证地址书写 最后扑名 三联署人名策 未见联署人签名或该征 四联署人 联署有未造情事 联署人名策进查队后 其联署人数合余签条 第一项规定者 主管警官应于 10日内为公民投票案 成立至公告 该公民投票案 必语编号 联署人数不合规定者 主管警官应通知 提案人之领承人 于30日内补提 补提以一次违宪 补提后人不足规定人数 或借其部补提者 主管警官应为 公民投票案 不成立至公告 亲民党党团再修正 东一第十三条 主管警官收到 联署人名策后 经审查联署人数不足前条 第一项规定 经身处未签名 或盖章之联署人 是联署人数不足 或唯一前条 第四项规定格式提出者 主管警官应通知 提案人之领承人 于60日内补提 补提后人不否规定者 或于其部补提者 该提案应与驳辉 合余规定者 应喊请护证机关 于60日内完全查队 护证机关应依据 护证登记资料 查队联署人名策 有相例请示指引者 易于身处 以联署人不合第八条 第一项规定资格 而联署人姓名 国民身份证同一篇 署名其地址 书写错误或不明 三联署人名策 未见联署人签名或盖章 四联署人 联署有未造警示 联署人名策经查队后 其联署人数 合余签条第一项规定者 主管警官应允时日内 为公民投票案 传立至公告 该公民投票案 并与编号 联署人数不合规定者 主管警官应通知 提案人质领行人 于三十日内补提 补提后人不足 规定人数或余签 不补提者 主管警官应为公民投票案 不成立至公告 宣读完毕 本条委委员登记发言 报告委员会 现在依再修正动议 修正动议提案条文之 提出先后顺序 依序性表决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现在表决 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 民进党党要求尽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对 收费者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89人赞成63人反对26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 第13条 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东义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17条 请宣读条文 委员奖金案的提案第17条 主管机关应于公民投票日90日前就下列事项公告之 以公民投票案投票日期投票期指时间 二 公民投票案制编号主文理由书 三 政府机关针对公民投票案提出之意见书 四 公民投票权行使范围及方式 五 正反意见支持代表于全国性无线电视频道发表意见 或进行辩论之办理时间与应遵行之事项 主管机关应以公费在全国性无线电视频道提供时段 公正反意见支持代表发表意见或进行辩论 受指定之电视台不得拒绝 其实施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 其项发表会或辩论会应在全国性无线电视频道至少举办无常 发表会或辩论会应网络直播 其录音并应公开于主管机关之网站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十七条 主管机关应以公民投票日60日前就下列事项公告之 以公民投票案投票日期投票期指时间 二 公民投票案制编号主文理由书 三 政府机关针对公民投票案提出之意见书 四公民投票权行使范围及方式 五正反意见支持代表于全国性无线电视频道发表意见 或进行辩论之办理时间与应遵行之事项 主管机关应以公费 在全国性无线电视频道提供时段 公正反意见支持代表发表意见或进行辩论 受指定之电视台不得拒绝 其实施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 其项发表会或辩论会应在全国性无线电视频道至少举办无常 发表会或辩论会应网路直播 其录音并应公开于主管机关制网站 实在立案党团说任东一地实际条 主管机关应于公民投票日三个月前 就向列事项公告之 一 公民投票案投票日期投票期指时间 二 公民投票案制编号主文理由书 三 政府机关针对公民投票案提出之意见书 公民投票案通过后之影响评估与必要处置 四 公民投票权行使范围及方式 主管机关应于公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后 就各项公民投票案筹建资讯会整与公开平台 将公民投票提案之主文理由书 公民投票案通过后之影响评估与必要处置 提案宣传与辩论等相关资讯 公告与公开平台 并应规划和举办系列公民投票案公共讨论活动 人民或民间团体于第一项公告后 得针对公民投票案提出民间版议件书 公民投票案通过后之影响评估与必要处置建议 前项民间版议件书 公民投票案通过后之影响评估与必要处置建议 应于第一项公告后 五十日内送达主管机关 主管机关除应一并公告于前项公开平台外 并应一并公告刊单于公报 主管机关应也公费 在全国性无线电视频道提供时段 公正反应件支持代表发表意见或进行辩论 就指定制电视台不得拒绝 其实是办法由主管机关定制 前项发表会或辩论会 应在全国性无线电视频道日常举办无常 发表会或辩论会应网络直播 其录影录音并公开与主管机关制网站 规避第十条制程和程序 及第十三条制程程序 而大量卫奏 到用印章英文或鼠押 或大量卫奏辩造文书 处三年上十年项有期徒刑 得并科兴台币一百万元 上一千万元项发金 其项所称大量 细值超过本法第十条第一项法定提案人数 或第十二条第一项法定联署人数 达十分之一以上者 法人团队或其他机构 犯第一项之罪者 除处罚其行为负责人外 对该法人团队或其他机构 并可以第一项锁定制罚金 民进党党团再修正东一第十七条 主管机关应于公民投票日九十日前 就下列事项公告之 以公民投票案 投票日期 投票期指时间 二公民投票案之编号指纹理由书 三政府机关针对公民投票案提出这意见书 四公民投票全新执犯危机方式 五正反意见 支持代表于全国性无线电视频道 发表意见或进行辩论之办理期间 与应遵行之事项 主管机关应于公费 在全国性无线电视频道提供时论 公正反意见支持代表发表意见或进行辩论 受指定之电视台不得拒绝 其失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制 前项发表会或辩论会 应在全国性无线电视频道市场举办无常 发表会或辩论会应网络直播 其录影录音并应公开于主管机关之网站 时代力量党团再修正东一地实际条 主管机关应于公民投票日 三个月前就下列事项公告之 一公民投票案 投票日期 投票期指时间 二公民投票案之编号 主文理由书 三政府机关针对公民投票案提出这意见书 公民投票案通过后之影响评估与必要处置 四公民投票选行使范围及方式 主管机关应于公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后 就各项公民投票案重现资讯会证与公开平台 将公民投票提案之主文理由书 公民投票案通过后之影响评估与必要处置 及提案宣传与辩论的相关资讯公告与公开平台 并规划和举办系列公民投票案公共讨论活动 人民或民间团体以为第一项公告后 得针对公民投票案提出民间反应件书 公民投票案通过后之影响评估与必要处置建议 前项民间版意见书公民投票案通过后之影响评估 与必要处置建议应于第一项公告后 50日内送达主管机关 主管机关除应一并公告于前项公开平台外 并一并公告刊断与公报 主管机关应于公费在全国性无线电视频道 提供时段公正反应件支持代表发表意见 或进行辩论受指定之电视台不得拒绝 其实施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 前项发表会后辩论会 应在全国性无线电视频道至少举办无常 发表会或辩论会应网络直播 其录影录音并公开于主管机关制网站 为规避第十条日程和程序 及第十三条日程查程序 而大量未造造用印章英文或辱押 或大量未造辩造文书 处三年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一百万元以上 一千万元下方金 前项所称大量 细指超过本法第十条第一项法定提案人数 或第十条第一项法定连署人数达十分之一以上者 法人团理或其他机构犯第一项之罪者 除处罚其行为负责人外 对该法人团理或其他机构 并科以第一项锁定之法金 亲民党党团再受振动一地十七条 主管警官应允公民投票日九十日前 就项链顺项公告之 且公告后不得暂时更正 因公民投票案投票日期 投票请止时间 二公民投票案之编号主文理由书 三政府警官针对公民投票案提出自己建书 四公民投票全新执范围及方式 主管警官应允公费 在全国性无限电视频道提供时段 公正反应件致实代表发表意见或进行辩论 受指定之电视台不得拒绝 其实施办法由主管警官定之 且向方美会或辩论会 应在全国性无限电视频道市场举办无常 方美会或辩论会应网络直播 其录影录音并应公开于主管警官之网站 宣读完毕 本条卫委员登记发言 报告委员会现在依在修正东义 修正东义提案条文之提出先后顺序 依序性能表决 如果其中有任何议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现在表决民党党团再修正东义条文 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将来新委员声明 对今天所有的表决 与国民党党团一见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1.5倍的表决 7倍的表决 1位表决定 3倍的表决定 1号外决定 4倍的表决定 3倍的表决定 4倍的表决定 表決結果 出席95人 贊成68人 反對27人 棄權0人 贊成者多數第17條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現在進行第23條 請宣讀條文 委員蔣介案的提案第23條 公民投票日定於8月第4個星期六 自中環民國150年起 每二年舉行一次公民投票日為應放假之日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公民投票日定於8月第4個星期六 自中環民國110年起 每二年舉行一次公民投票日前公告成立滿3個月 且尚未投票日公民投票因何並於當日投票 公民投票日為應放假之日 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8月第4個星期六 自中環民國110年起 每二年舉行一次公民投票日為應放假日 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公民投票日定於6月第3個星期六 自中環民國199年起 每年舉行一次公民投票日為應放假之日 宣讀而畢 現在已登記順序發言 第一位請曾明中委員發言 並截止發言登記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第23條的規定非常不合理 它是規定公民投票日定於8月第4個星期六 從民國110年起 每兩年舉辦一次 這規定有下列幾個問題 第一個 每兩年辦一次到時候公投案的案量會非常的多 反而讓選務沒有辦法負荷 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外國的立法例向瑞士基本上是一年四次 但是我們的規定竟然是兩年才辦一次 第三個的問題是時效性的問題 各位想想看 假設政府開放美牛美豬吃了兩年之後 已經產生重大的後遺症 再講一次 已經產生重大的後遺症 再來舉辦公投 已經反不濟急 第三第四個問題 各位想想看 過去民進黨 過去民進黨都強力主張 在野黨的時候都強力主張 希望要綁公投 一定要綁大選 但是現在這條規定 很明確的跟大選切勾 所以基本上有這四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條文非常非常的不合理 所以我在這裡拜託各位先進 務必要維持現行的條文 不要強行通過 謝謝大家 謝謝 接著請 吳志揚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這第二十三條就是所謂的鐵龍公投 真的最有問題的就是這一條 各位 大家爭了多少 花了多少精神 才終於爭到公投應該要綁大選 為什麼 就是因為當你不綁的時候 公投的通過機率實在是太低太低了 也許大家在抱怨去年公投案太多 那這是你技術上的問題 技術上可以克服的問題 政府無能 怎麼可以顛倒過來限制人民的公投權力呢 這大家真的老半天的 為什麼現在就要改了呢 因為選舉的結果對民進黨不利嗎 這樣就要改嗎 這一條越修越離譜 本來現在是英榜大選 後來行政院的版本 我們聽到它要變成德 英變成德是差很多 德就是德與不德都可以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質疑是說 這樣子完全會被中選會的主委來操作 只要有利於執政黨的 它就把你綁在一起 不利於執政黨的 它就不綁在一起 這個已經夠離譜了 那現在這個變成絕對不能綁在一起 那更離譜 那會讓我們前面講 英榜大選變成不英榜大選 而不是德榜大選 是不是越走越回頭路了呢 所以我們才會講 鳥籠變成鐵籠 這個鳥在裡面已經生悶氣了 已經失去自由了 所以各位大家這一條絕對不能讓它通過 這條通過有很多的後遺症 除非我們再把公投的門檻 或者是其他的方法要有一個配套 要不然這樣子等於是閹割掉 沒收掉民眾的公投權 而且兩年舉行一次 剛剛曾明中委員也講到 你要累積到那個量 那是多大 而且每次辦一次選舉 辦一次公投 又是花費大家的納稅錢 來辦理這些 我們這樣子變成每年都在選舉 每年都在公投 是不是更增加大家的負擔呢 而且硬性的規定 每兩年舉辦一次 那在這兩年期間 去碰到的重大的緊急的人民急著想要的事情 難道一定要等到兩年後才能進行討論跟表決嗎 接著請林德福委員 主席 與會 各位同仁 我想這次的整個公投法的修訂 這個尤其是第二十三條 講實在話 過去民進黨 你們都再三一直在提說 鳥籠公投 鳥籠公投 既然鳥籠公投已經打開 結果去年的一一二四 因為公投跟大選並在一起 那結果民進黨大輸 輸了以後 就想辦法 怎麼來把這個 原來已經打開的這個鳥籠公投 再把它用這個鐵籠 甚至於用各方面都把它拴起來 變成一個鐵籠公投 講實在話 過去林義雄 包括蔡同龍 蔡公投 我相信他們都出來 大力的疾呼 就是一定大聲的疾呼 要開放 包括呂秀蓮 前副總統 那結果今天 民進黨提了一個案 裡面委員同仁提了一個案 說兩年才能行使一次 直接民權 其實 我們委員是代議政治 但是 你說直接民權就是公投 那既然是公投 你就是讓民意來決定 結果 你現在不但沒有打開 又把它拴得更緊 拴得更死 我相信人民的眼光是雪亮的 我就舉個例子 你要是說 像日本核食 要是這一次沒有透過公投 反日本核食 你兩年 你就吃多少 有這個 輻射一粒的這些核災食品 包括 未來的美豬 你可以開放 兩年以後 才能行使一次的公投 我認為這個都是本末倒置 那我們希望說 任何的修法修訂 一定要深思熟慮 不是想到哪裡 做到哪裡 而且不要完全以政治 來作為第一考量 應該權衡 大家能夠接受的程度 讓大家能夠有方便性 並不是說 今天能夠借著人多 然後就為所欲為 我相信 隨可 在州也可戶州 民意會來檢視大家 所以說我呼籲 第23條 我們所有民進黨的好朋友們 你們應該要好好的來考量一下 不要說硬是霸王硬上攻 一定要這樣就過 以上 謝謝 接著請李俊毅委員 主席各位先進 這幾天香港的情形告訴我們 民主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必須靠你努力的爭取 必須靠你努力的維護 一九九一年 蔡同榮先生 他就提出來公投法 但是經過十幾年的奮鬥 才在2003年 在立法院通過公投法 當時國民黨 把公投視為洪水猛獸 所以加上了一個鳥籠 就是公投的門檻特別高 那從2003年到2017年 我們面對的是所謂的鳥籠公投 我們希望降低門檻 林毅雄先生在千里苦行的時候 我們國民黨的朋友到底在哪裡 他們只會在旁邊散笑 對民主政治沒有付出一點代價 那現在2017年 終於把門檻降下來了 但是我們發現去年的公投以後 我們發現非常多的問題跑出來 為什麼 因為受太多的其他的因素 特別是政治利益的獲取 然後沒有辦法專心的討論 我們公投的相關議題 所以我們發生了 在19天辦了50場的電視辯論會 辯到後來 大家都不知道在辯什麼 這就是大家沒有辦法充分了解 公投的議題到底在哪裡 公投要討論的內容到底在哪裡 那我到底要投贊成票 或是反對票 我也不知道 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所以今天不是很簡單的 把林毅雄把蔡同拉出來 然後說你看你們民進黨 我告訴大家過去是怎麼樣 2002年 2008年1月2號連戰說 公投絕對不能綁大選 公投綁大選就是混亂 就是混水摸魚 所以我們絕對不能綁大選 2008年的5月 馬英九說 我們一貫主張公投不能綁大選 那當時附和的不是賴斯堡嗎 不是沛洪泰嗎 不是林德福嗎 所以現在的問題在哪裡 公投發生的問題就是沒有辦法讓人民 專心的對公投的議題充分的了解 對公投真正產生的問題 表達我個人的意見 那剛剛正名中委員說 那如果有緊急的怎麼辦 緊急的非常簡單啊 如果有緊急的問題 本來就是要立法院要解決 這是我們立法院的責任 因為創制不決公投 只是補足代議政治的不足 如此而已嘛 難道你要不負起責任 說通通交給公投就好了 我告訴正名中委員 你剛剛一再講的瑞士 瑞士一年有四次的公投 但是瑞士現在的公投案 已經排到2037年了 瑞士也從來沒有喊說 我們公投案 沒有辦法解決臨時的問題怎麼辦 因為他們仍然有待遇制度 可以解決真正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要面對的是 公投是人民的創制不決權 這是人民的基本權利 我們要保障住 但是如果有人為了政治利益 然後把真正的創制不決權給抹殺掉 只為了獲取政治利益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就要充分保障 所有乾淨的空間 讓人民可以繼續行使他的創制不決權 所以我們在這個提案 要求說我們每兩年一次 一年 接著請陳玉珍委員 好 接著請陳玉珍委員 主席 各位先進 剛剛聽完我們李俊毅委員的發言 我終於了解到什麼 把黑的說成白的 把死的說成活的說成死的 死的說成活的 真正的讓我充分感受到民進黨 真的是雙重標準 這個23條 他提到香港反送中 我也要來提提香港反送中這件事情 我想我們今天下午在立法院 我們立法院院長通過了 我們各朝野各黨團 發表的有關這個香港反送中 我們支持的這種共同聲明 我想大家應該從心底就是支持我們香港的朋友 但是呢 你們可以試想到 如果今天香港政府 告訴香港的朋友說 告訴香港的民眾說 對不起 我們遊行是有時間的 兩年一次 每一年的八月的第四個禮拜六 才能來參加遊行 你們會認同這種看法嗎 公投呢 公投是直接民權的行使 公投是直接民權的行使 是直接民眾把他的想法 用民主的投票行為 來展現人民對事件的意志 所以我在想呼籲在場的各位民主先進們 我知道很多都是當初在野百合時期 在很早這麼多年來 都在爭取台灣的民主跟進步 我請你們摸摸你們的良心想一想 你們現在做的這一條 把公投訂成一個公民投票日 限制兩年才投票一次 這個東西 有沒有違反你們當初一心想要追求的民主進步 你們還配稱作民主進步黨嗎 這個我們在這裡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會留下歷史紀錄 我請大家慎重考慮 真的請你們不要因為你們是多數 覺得反正你們表決一樣一定就贏 你們就忘記你們曾經追求過的價值 謝謝 登記委員 發言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報告院會現在依再修正動議 修正動議提案條文之提出現後順序 依需均已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議案通過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 我們又選擇了 認用章通信 如果可以期文說 5分,1-4分,3分,3分,3分、3分 9分,3分,3分 收拾一下 表決結果出席90人 贊成63人 反對27人 棄權0人 贊成者多數第23條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現在進行鎮定第54條之一 請宣讀條文 委員蔣金安等提案第54條之一 本法修正順行前已進主管選舉委員會通知連署之公民投票案 仍是用修正前置連署規定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54條之一 本法修正順行前主管選舉委員會已通知連署之公民投票案 仍是用修正前置連署規定 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第54條之一 不予增定 親民黨黨團再修正動議第54條之一 本法修正順行前已進主管選舉委員會通知連署之公民投票案 仍是用修正前置連署規定 宣讀完畢 現在一登記順序發言請吳智洋委員 請吳智洋委員發言 請各位同仁致愛好不好 這個國父孫中山先生站在照片在這裡你們一直丟他 好不好 大家互相尊重啦 大家互相尊重啦 請國民黨同仁 大家互相尊重好不好 互相尊重好不好 各位同仁 各位同仁 這樣子的搞法算是對民主的尊重嗎 各位同仁 各位同仁 請國民黨的同仁 不要再做這種 可笑的事情好嗎 請國民黨的同仁 你們拿水球砸我們自己的同仁 國民黨同仁這種暴力的行為 這種不尊重議會不尊重民主的行為是可以的嗎 請國民黨同仁 你們自重好嗎 請吳智洋委員發言 請吳智洋委員發言 吳智洋委員不發言 法委員會 現在依再修正動議 修正動議提案條文之提出現後順序 依序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好不好 袁委員 好啦請國民黨委員自重啦好不好 這樣子的行為可以嗎 可以這樣子幹嗎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85人赞成63人反对20人弃权两人 赞成者多数第54条之一 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不予增定 前案经过二读现了民进党党团要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保障起来 民主党 共产党 共产党 民主党 共产党 及刊登公报 第一项主文应简明清楚客观中立 理由书之阐明及其立场 应与主文一致 主文于理由书之文字用词字书计算 与法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之 第一项提案人名则应依规定格式 竹篮填写 提案人应亲自签名或盖章 填据本人国民身份证 统一编号及户籍地址 并分直辖市 县市 乡镇市区别 装定政策 主管机关应建之电子系统 提供提案人之领先人 征求提案及联署 其提案及联署方式 查队作业等试项之办法 及时时日期由主管机关定之 踩电子联 提案及联署者其文件 以电词记录之方式 提供公民投票案之提出 以一案以事项为限 第十条 第二条第二项各款 这是项公民投票案提案人数 应答提案时 最近一次总统副总统选举 选举人总数万分之一以上 公民投票案提案表件 不合前调第一项第二项规定 唯一前调第五项分 指辖市 县市 乡镇市区别 创定存测或提案人名策 不足前项规定之提案人数者 主管机关应不予受理 主管机关于抽到公民投票提案 或补证之提案后 应以六十日内完全审核 今审核有下列 其写之一者应需明理由 通知提案人决定前者 于三十日内补证 并以一次文件 借其为补证或既补证人 不符规定者予以驳辉 一提案非第二条规定之 全国性公民投票适用事项 二提案违反前调第四项 锁定办法之规定 三提案不合第一条第二项 或前调第八项规定 四提案有第三十二条规定之情事 五提案内容不能了解其提案争议 主管机关应前向规定命补证者 应先举行听证会 厘清相关争点 并协助提案人之领先人进行必要之补证 公民调判案 经主管机关认定合逾规定者 应喊请护证机关于15日内查队提案人 护证机关应依据户籍单记资料查队提案人名册 有下列请示之一者应于删除 一提案人不合第八条第一项规定资格 二提案人姓名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 或户籍地址书写错误或不明 三提案人名册未经提案人签名或盖章 四提案人提案有未遭请示 提案人名册经查队后 其提案人数不足本条第一项规定时 主管机关应通知提案人至领先人 于30日内补提一次违宪 补提后人不足规定人数 或借其不补提者 该提案应与国会 提案合于本法规定者 主管机关应依该提案性质 分别喊请相关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 于销售该喊文后 35日内提出意见书 内容并应序明通过或不通过之法律效果 借其未提出者是为放弃 意见书以二签次违宪 超过自数者 其中过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公报 其项提案经审和完成符合规定者 主管机关应通知提案人至领先人 于10日内向主管机关领取 联署人名册格式 或电子联署系条认证码 针求联署 借其未领取者是为放弃联署 第12条 第二条第二项各款之 是项联署人数应答提案 是最近一次总统副总统选举 选举人总数1.5%以上 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之领先人 应于领取领因数人名册格式 或电子联署系统认证码 之次日起六个月内 将联署人名册正本一本 各一份获取电子记录 向主管机关一次提出 借其未提出者是为放弃联署 且向联署人名册 应依规定格式逐篮填写 联署人应亲自签名或该证 填取本人国民身份证 同一编号及户籍地址 并分直辖市县市区别 装定存测项主管机关提出 公民投票案依第二项或第十条 第九项规定是为放弃联署者 其是为放弃联署之日起 原提案人于二年内不得 就同一事项重新提出之 第十三条 主管机关收到联署人名册后 经清查联署人数不足签条 第一项之规定或一 前调第三项分直辖市县市 商政市区别装定存测 提出者主管机关应不与受理 合余规定者应含警户政机关 于六十日内完成查队 户政机关应依据户籍 登记资料查队连数人名册 有下列请示质疑者应与删除 一 连数人不合地帮条 第一项规定资格 二 连数人姓名国民身份证 同一编号或户籍地址书写 错误或不明 三 连数人名册未经连数人签名或盖章 四 连数人连数有未奏情事 连数人名册经查队后 其连数人数合余签条 第一项规定者 主管机关应于十日内 为公民投票案传立之公告 该公民投票案并与编号 连数人数不合规定者 主管机关应通知提案人至领先人 于三十日内补提 补提亦一次违宪 补提后人不足规定人数 或借其不补提者 主管机关应为公民投票案 不成立之公告 第十七条 主管机关应于公民投票日 九十日前旧项链式上公告之 一 公民投票案投票日期 投票期指时间 二 公民投票案之编号主文 理由书 三 政府机关 针对公民投票案提出之意见书 四 公民投票决行指范围及方式 五 正反应意见 支持代表于全国性 无线电视频道发表意见 或进行辩论之 办理期间语音遵行之事项 主管机关应以公费 在全国性无线电视频道 提供十段公正反应件支持代表发表意见 或进行辩论 受指定之电视台不得拒绝 其失识办法由主管机关定制 前向发表会或辩论会 应在全国性无线电视频道这场举办无常 发表会或辩论会应网路直播 其录影录音并应公开于主管机关之网站 第二十三条公民投票日定于八月 第四个星期六 自中华民国一百一十年起 每二年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日 为应放假日 宣读完毕 请意识同仁 待会记得把 国父孙先的那个 相片 水擦一擦 不然看起来国父像在哭泣 这个对孙先也不尊敬 因为那个是自己创的党 这样子丢水球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没有文字修正 决议公民投票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 及第二十三条条文修正通过 报院会本院委员柯建明等人 针对本案三读之决议提出复议 并请院会随即表决处理 报院会现在来进行处理本件复议案 现在进行表决 针对委员柯建明等人所提复议案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将出 qued记和委员柯建明字号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63人赞成0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委员柯建民等人所提复议案不通过 继续处理民进党党团所提之附带决议请议事人员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 民进党党团所提附带决议 1. 建请中央选举委员会于完成资安测试后若无资安疑虑应尽速实施全国性全民投票案之电子联署 2. 另建请中央选举委员会参采其他国家制度设计 研议如何防止全国性公民投票案虚伪连述情势之配套措施 宣读完毕 请问委员会有医 没有医 照案通过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 有委员登记发言 第一位请蒋结安委员发言并截止发言登记 主席各位委员及媒体朋友 大家好 公民投票法部分调文修正案历经波折 代表民进党公投小组 凝聚最大共识的蒋结安版本终于在今天顺利三读通过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本院委员的合作和努力 公民投票最大的意义是实践人民当家作主 创制复决的民主政治 这次修法的重点是将大选跟公投脱钩 避免政治绑架 政治动员 凌驾公投本意 公投价值 此外 公投有固定的举行日期和足够的公告审理时间 让民众有充足的时间空间理解公投的内容 和国家政策等重大议题 并且杜绝死人联署造假等弊端 此次修法不但彰显我国主权在民实现公平正义 因此本席诚挚望能透过此法的开始 实践公投直接民主还权于民的价值 并且创造一个更和谐进步的国家社会 期待社会各界和朝野政党能够继续携手合作 最后我想将今天公投修正案的三读 送给香港的朋友 自由民主得来不易 必须努力珍惜 努力捍卫 香港加油 台湾加油 谢谢大家 接着请陈曼丽委员 谢谢主席 谢谢各位同仁 我想今天公投法三读通过 是许多的同仁所说的 就是说我们的公投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我们去年的公投 很多的过程有许多的乱象 包括我们说的幽灵人 甚至有很多的歧视抹黑的假讯息 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的目的 真正的民主社会 我们知道说得来非常不易 就像刚刚蒋介安委员也提到的 其实我们应该台湾是全世界的一个灯塔 甚至也是我们华人社会里面的一个非常好的灯塔 我们不能够让有心人是利用民主政治来做破坏民主的一些行为 因此在公投修法是有它的必要性 我举个例子来说 像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加州 他们在他们的公投上面 他们是用小册子的方式来呈现 然后他们的政府会给民众很多的资讯 之前我们也看过像英国的公投 他们在脱欧公投结束之后 他们才开始去搜集脱欧的一些的相关的资料 所以我们就了解到是说 公投事实上是要给我们很多的人民很多的资料 这样子才不会在资讯不足的情况下做出错误的选择 那当然我们也了解到是说 政府他面对公投案的时候 他必须要给民众充分的资讯 也避免民众在缺乏资讯的情况下 被误导的情况下做出错误的决定 这次的公投法有很长的社会讨论的时间 这次修法 甚至有更客观严谨的一个审议 也特别设计了公投日的制度 让公投会议 让公投这个议题有足够的社会沟通的时间和空间 人民可以做出最佳的一个选择 对国家的发展长远来说是非常有利益的 这次的修法我非常感谢 就是感谢了 报告院会 登记委员均已发言完毕 报告院会本日会议进行到此为止 6月19日星期三上午9时继续开会 进行讨论事项 现在休息 再次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